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不可以親我玩嗎? 為什麼她的腳是這樣的? 能不能踢球嗎? 我也不知道,不如我們自己去踢吧 好啊 明明? 什麼事? 為什麼一直不說話? 是否在學校發生什麼事? 跟學生都是壞人 是不跟學玩就不跟學玩 反正都不喜歡踢球 我知不知道 好像聽到同學搞到你不開心 是否跟踢球有關? 你一向都很喜歡踢球 告訴媽媽有什麼事? 我放小息的時候 我想跟同學踢球 同學看了腳踢一眼 她就不能玩 原來是這樣 你想跟同學玩 但他們就走開不理你 我知道你一定是很不開心 明明? 其實媽媽很欣賞你會主動跟同學玩 其實呢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地方 就好像妹妹要戴眼鏡 你就不用 你要戴腳托 妹妹就不用 其實眼鏡和腳托都是幫到你們的 記得醫生上次說過嗎? 不過呢 畢竟你也是剛升上這間小學 那些同學可能未必認識你 不如這樣吧 我們下次試試跟同學 解釋一下你身體的情況 讓他們了解你更多 如果我解釋了 他們都不跟我在玩 怎麼辦? 對 就算說了 後來也會這樣 也不是所有人會即時理解我們 和我們一起玩 但起碼都試過 你記得之前回幼稚園嗎? 都花了些時間 讓人去認識你更多 去了解你的性格 興趣和優點 最後都認識幾個朋友 不過這樣 如果那些同學真的太過分 去說或者做一些令到你難受的事 那你一定跟大人說 我們可以一起想辦法去解決 還是算吧 我跑得這麼快 快要讓人輸入這場比賽 明明 其實每個人都有些事做得好 有些事做得不太好 但是我們都可以一起玩 一起做朋友 如果你真的怕踢球 要跑得快的話 可以想一下有沒有其他方法參與 我可以在比賽中做計分 或者球頂 這個主意不錯 下次可以提議一下 不過明明 你可以不可以想到 除了踢球之外 又沒有其他活動 你是有興趣 又有信心 和大家一起玩的 媽媽知道你最近不是學會玩象棋 你會不會和同學分享這個興趣 看看他們喜不喜歡 可以和老師聊一下明明的情況嗎 喂? 麻煩我想找一班班主任陳老師 將軍 明明你很聰明 你很聰明 陳老師你們在玩什麼 明明在教我們捉象棋 我們剛剛學會的 很好玩的 你會試試 好啊 坐下一起玩 明明你是否想和我們一起玩 不如我們一起叫他們過來 來吧 來吧 起來吧 小心 東城鮑魚 你們過來 明明想和你們一起玩 但我的腳趾飽不飽到嗎 我的腳趾幫我走得好些 就像你的眼鏡一樣 幫你看得清楚些 雖然我跑得沒有你們那麼快 但我也是可以踢球的 今天我可以幫你們做球證 負責計分 好啊 你幫我們計分吧 那我們一起去玩吧